嗨 大家好 我是妮學 我們今天呢 得到了搞神馬送過來的東西 我們今天呢得到的是 從香港來的初前一丁泡麵 還有呢 香港麥當勞出的初前一丁的搖搖粉包 我們要拿搖搖粉包的粉來去泡泡麵 看它的味道會不會一樣的好吃 我們這兩個口味一個是 黑蒜油的豬骨湯味 然後另外一個是原味的有麻油的 我們先看一下裡面 一般的泡麵裡面附了什麼好了 太油了吧 天啊 它這個裡面有兩包 一包是豬骨湯粉 然後一包是黑蒜油 他說要把麵放進500ml的沸水中煮三分鐘 然後湯粉先倒入碗內 離火後將熱水倒入碗中融化湯粉 加入麵條輕輕拌勻 最後加入黑蒜油 即可享用 那這個裡面應該也是一樣有 麵跟調味料跟麻油吧 那我們現在就要立刻來 煮我們的麵 煮麵好朋友 小妙 水滾了我們就可以下麵了 那我們現在先來放這個原味的粉包 滾了滾了滾了 麵給我下去 還有這個是我們搖搖薯條的原味粉包 泡麵的味道 欸這個 這兩個啊光是粉包來看 搖搖薯條這一包香很多欸 然後顏色上的話搖搖薯條這一包比較黃 它聞起來有芝麻的香味 欸感覺起來搖搖粉包會比較好吃欸 有信心 有信心 煮好了 欸好Q喔 好了的麵好Q喔 天啊 參考一下 我們要先放麵還是先放湯呢 先把煮過的水倒下去 這碗顏色比較深的呢是正牌的出前一丁的泡麵 然後這一碗顏色很深的就是正牌的出前一丁的泡麵 很淡的呢是我們用搖搖粉包做出來的泡麵 不知道味道怎麼樣 但我覺得麵不會有差別 因為我們都是一起煮的 沒加一把油不行欸 它吃起來像是科學麵 是多了一個醬油味 那我們吃一下搖搖粉包 不要讓我失望啊 它變得很清爽欸 用粉包的版本吃起來好清爽喔 感覺很溫和 出前一丁的麵條 比台灣的拉麵好吃很多欸 超級Q的 我們來下個麻油 一人一半好不好 感情不會散 欸 加上麻油差很多 它不是科學麵了 這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喜歡口味比較重的人可以吃原味的 可是如果是喜歡稍微清淡一點 然後溫和的口感的話 可以吃這一碗 把搖搖粉包拿去做成泡麵 味道很濃可是很溫和 好好吃喔 這兩碗都是好吃的欸 口味差在哪裡 我覺得它多了一個醬油味 然後它就是整個很溫和的味道 感覺是住院的人可以吃的 我們要找試吃員進來 1號 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剛剛去找1號來試吃的時候 他就說 欸 我們來試吃 他說 喔 吃泡麵 好喔 它裡面有附麻油 麻油我兩碗都有加 好 那我整個吃好了 心意搭配湯匙 湯匙用 超級香的 麻油真的好香 麻油真的好香 跟口味一樣嗎 他們是一樣的口味 這怎麼這麼鹹 這正常的量嗎 不是 粉包的量 然後脂肪這樣 我們一份麵吧 這樣感覺這個應該是正牌的 它太鹹了 我吃吃看 這感覺就是 你本來應該要煮一大碗 結果你煮成一小碗 所以超級無敵 可是 咬咬薯條有什麼大包嗎 咬咬薯條的粉包這麼大包 反正我就選一個我喜歡的就好了 選你喜歡的就好了 好 我真的覺得出選一個麵很好吃 你台灣的泡麵都還好吃 真的很鹹 它真的很鹹 有鹹成這樣嗎 我覺得還好 但是這個口味很溫和 然後這個很像在日本吃的麵 日本拉麵 真的很像去吃真正日式拉麵的那種鹹度 我日常吃的會喜歡這一個 因為這個我沒辦法把湯喝完 可是我喜歡喝湯 或是同一個口味為什麼顏色差這麼多 因為一個是瑤瑤粉包 一個是正常的粉包啊 所以我覺得 應該這個是瑤瑤粉包吧 但你覺得瑤瑤粉包比較好吃 或是因為這個水量吧 如果他們的都是 麵的那種碗的大小的水量 這個就不夠啦 他們有的要太鹹啊 就是有點鹹吧 你去洗腎吧 蠻好喝的啊 兩個都好吃啦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就是住院的時候喝 不是欸 這個也不能在住院的時候吃吧 很溫和的口感 不是 我評不出來欸 因為我覺得他們現在就是立足點不一樣 這個味道跟那個 我真的覺得兩個味道不太一樣 我也覺得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比較甜 我覺得它這個芝麻的香味比較多 它有一種麻醬的香味 我猜不出來 但是我現在是喜歡這一碗的 你可以帶它走 好 你等一下要記得喝水喔 你今天兩天有喝嗎 好 那我們現在來做第二碗 黑蒜油的豬骨口味 那我們這邊呢 這個比較淡的是正常的 黑蒜油口味的粉包 然後顏色比較深的是搖搖粉包 但我沒什麼味道 這個有很濃的 我覺得是醬油味 因為我不知道黑蒜油應該是什麼味道 它的味道聞起來很重 它的話聞起來就是科學麵 我覺得搖搖粉包 拿來做成泡麵蠻有前途的欸 剛剛那個就很好吃 所以這次這個應該也會蠻好吃的 這碗是我們正版的黑蒜油煮骨湯味 這一碗呢就是我們的搖搖粉包的黑蒜油煮骨湯味 它沒有加這個油的時候 真的就是科學麵欸 Oh my god 好好喝喔 它有一種排骨酥湯的感覺 胡椒味嗎 然後有肉味 哇 哇 贏了贏了 加入黑蒜油 這個黑蒜油很厲害欸 一下去立刻就有味道飄出來 好香喔 慘了腰腰粉包又要再飲一次 好燙喔 我這一碗味道超濃的 把麵這樣拉上來的時候 就有很濃的味道跑出來 我覺得黑蒜油口味 比原本的麻油口味好吃欸 它比較香 香味比較夠 太好吃了 這個泡成泡麵真的超級好吃的 好適合喔 這個我要留下來以後泡泡麵 好吃 YA 這是正牌的嗎 我不要告訴你啊 我真的剛剛很驚豔了 一個是正牌的 一個是 瑤瑤粉包 我覺得這個是正牌的 你還沒有吃 我叫你先吃 我覺得跟剛剛應該一樣欸 這個比較好吃 是不是我也這麼覺得 這個跟它的味道一樣 跟它的味道一樣 OMG 這一碗又是瑤瑤粉包 欸 厲害吧 為什麼 厲害了吧 真的這個嚇到我了 為什麼 哇 厲害了吧 我剛剛這麼信誓旦旦可惡 我要把我自己碼掉 它這一包倒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加黑蒜油的時候 味道就跟前一碗一模一樣 可是它的粉包就味道很多變 粉包才是它真正的味道 所以大家要在香港買出錢一丁的話 你可以去買出錢一丁的這個麵 再去香港的麥當勞 買這個搖搖粉包 泡搖搖粉包來吃 這才是最好吃的 這個的味道很像 排骨酥湯 排骨酥 或者是有一些牛排店的豬排 然後加黑胡椒醬 它的黑胡椒味 然後跟肉味蠻重的 這一碗就是 這碗跟剛剛搖搖粉包包 真的一樣 真的一樣啊 不然我怎麼會猜錯 所以其實出錢一丁的搖搖粉包比較好吃 真的超級好喝 這有黑蒜油有味道 你們可以把這個拿走 可以 把好吃的都拿走 把好吃的都拿走 那我們的結論就是 其實出錢一丁的搖搖粉包 泡出來的泡麵 比它原本的粉包泡出來還好吃 嗯 大家去香港 或者是你有香港的朋友要來台灣的話 記得一定要請他們幫你帶 出錢一丁的搖搖粉包 因為它真的是人間美味 我不知道它加薯條吃起來怎麼樣 可是它加在泡麵裡面 泡成湯麵 真的是超級超級好吃 推薦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試試看 或者是香港的朋友 可以現在趕快去試試看 然後告訴我你們的想法 那如果大家喜歡今天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一個喜歡 記得訂閱頻道跟開啟小鈴鐺喔 那也記得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搖搖粉包有這麼創新的吃法 也要記得去follow我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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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